今天金句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金句就厲害了 就是習近平決定要射了香港 射了香港 撤掉你的命筋 香港的命筋沒有了 變成太監了 所以現在香港的班子 全部都是李家超公公 小李子 陳國基公公小姬子 還有PK鄧 鄧炳強 小強子 這些全部都是太監班底 因為被淹了 這句話是美國前駐港總領事說的 好爆啊 大家一定要聽 不過還沒說之前 希望大家一邊看影片 一邊看YouTube 按右上角的Super Thanks 叫做Super Check 以前叫做超級即時通訊 超多謝這個按鈕 大家按一按就可以隨緣樂載了 另外現在可以免費試看14天 小弟在PATREON的平台 就是很簡單的 大家試看 只需要Google Search 八面遊報 在PATREON 八面遊報 在PATREON 就可以了 PATREON 跟幾個步驟 就可以免費試看14天 14天 14天後才決定 是不是真的做訂戶 現在很多 越來越多獨家新環節 昨天也出了街的 原事物語 也有新一輯 原事物語出來了 大家留意 特別要留意的 我覺得下個月初 就是4月1日 愚人節 愚人節就真的不是騙你的 真的有事的 那下個月4月1日 4月2日 以後逢星期六日 都有個新環節 叫做飄流記 飄流記 飄是飄泊的 飄流 是留低的流 又飄泊 但是心是想留低 飄泊當然是飄泊來台灣 那就留低 當然是心想留低 心其實留低在香港 就是這樣的 那作者是小弟的太助 陳仲雄的 那就 主要是說他在台灣的生活 包括他弄傷腳 斷了六條人帶 包括他在台灣見到的交通情況 各些人的事 都很值得看的 那 跟著當然說他的香港情懷 這個 跟小弟的感受有些不同的 他是淡淡的哀愁 比較穿端康城的 我就沉重一點 那 就 有另一番感覺 另一番味道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 4月1日就和大家見面的了 就叫做飄流記 就 知道了 飄是飄泊的飄 流是留低的流 好了 來了 習總決定要淹在香港這句說話 是美國前駐港總領事 Steven Young 楊蘇帝說的 有些香港朋友應該還記得這位人兄 很帥的 楊蘇帝呢 就在2010年2月到2013年7月呢 出任駐港 美國駐港總領事 是不是叫做駐港號總領事呢 那期間就很支持香港人爭取普選的 很支持的 那也都很看不過眼 在2012年水鬼升成 升了來做這個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張曉明 認為他是不肯溝通的人來的 認為很arrogan的 和彭清華不同 彭清華都起碼肯聊天 他不肯的 很戰狼的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 哦 為了擦鞋 背後就代表著什麼 代表著習總根本就是這樣的人 因為沒有理由的 張曉明幫廖輝拿公事包都拿了幾十年 是吧 知道香港哪裏打哪裏都知道 在華益都蹲了很久 所以沒有理由的 那當然是老闆不同了 那些態度都不同了 最典型就是楊潔篪 楊潔篪以前呢 江派的時候是溫文的 是吧 很溫文的 他叫做太家英 那些鬼佬世界 是吧 那大家有談有講 那他的英文都好 那不同現在呢 王毅不懂英文的 懂日文的 懂日文的 有什麼的 有什麼的 就是那種的 唉呀 所以不同的 好了 言歸稱傳了 話說楊蘇帝呢 Steven Young 昨天在台灣的自由時報呢 發表了一篇長文 那標題十分之沉痛 尤其是香港人看得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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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呢 標題叫做 在過去幾年裏面 習近平的北京政府 似乎已經開始 有系統感毀壞香港 長期以來吸引全球商務人士和企業 前往當地尋找商機的魅力 他說 在這個前英國殖民地 在1997年 所謂的回歸中國主權之後 北京曾經承諾 香港的體制不會改變 問題是 香港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為什麼 這座朝夕蓬佩的商貿和金融中心 會令到習近平 這麼助立不安呢 他跟著說 在很多很多中國公民 暢行全球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的時代 香港加下的處境 尤其令人廢戒 講到這裡 楊蘇帝就花了很多很多筆密 去講自己的中港經驗 他真的幾十年 研究中國問題 香港問題 來香港都來過很多次 在大陸都很多年 還有他對香港的情懷 然後他就指出核心問題所作 楊蘇帝說 要了解當前的中國 我們首先必須關注 至高無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習近平的角色 他說習近平持續 將所有主要權力 集中在自己的手裡 很特別 難道 習近平對自己的職位 這麼缺乏安全感 於是乎 就沒有辦法忍受 香港被視為是一個 對外開放 面向國際的貿易和投資中心嗎 難道因為這樣的香港會令到習近平沒有辦法 好像在北方一樣完全控制到嗎 雖然中國政治體制忍毀難解 但是在我的角度 就是楊蘇帝說 在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似乎就是習近平決定 掩陷了香港 令到香港不再是他復原尿複的王國之中 一個獨立的經濟領地的原因 但是習近平這樣做 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 而楊蘇帝就認為 主要的代價是有兩個的 第一個代價就是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市場企業中心的特性 息子還未完全歸零 也都已經嚴重凋零了 而第二個代價就是 失去台灣 楊蘇帝說 台灣目前正是加速提升軍事實力 他因應習先生或者有朝一日會決定發動全面入侵 這件事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了 不過 他跟著說 不過 情形就好像我之前說過的一樣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入侵台灣並不是表面上看來這麼簡單 他說跟烏克蘭不同的是 台灣和中國之間相隔了一個接近一百英里的公海 就是台灣海峽 而我亦都認為 楊蘇帝認為 台灣的民主精神 加速已經更加 更深提估了 他說 他說儘管台灣主要政黨之間 競爭激烈 但是 中國的經濟 和政治體制 在台灣實際上已經沒有市場的了 而楊蘇帝的結論就是 很妖心妖肺 他說 他的結論就是 他說 習先生 這個是你的功勞 哎呀 當然是他住的功勞 習先生 這個就是你的功勞 照這樣看 習近平的歷史評價 應該會和夏傑 相就 周休 以至秦二世 是歸同一類的了 即是什麼 即都是 暴君 即都是 昏君 即都是 亡國之君 哎呀 真是恭喜神 恭喜神 阿門 阿門的意思就是 但願如此 共勉